第1151章 明天见 布里维夫石泉说的口干舌燥 直接从冷却池中咬了一条水灌下去 看得陆离目瞪口呆 这货不担心重金属中毒吗 矮人这个种族果然不愧是泰坦 创作出来的土灵 时间已经很晚了 大师要不要休息一下 我明天再来聆听教会 陆离不得不打断他 游戏时间快结束了 而且陆离还要早点下线去做准备 明天裁决之剑会在江南市主场对战无双城 到时候从裁决之剑作为东道主 显然要做出一些相关的接待工作 时间已经很晚了吗 好吧 确实很晚了 你们这些冒险者真娇鬼 每天这个时候都要回到旅店里睡觉 想当年 那我们就告辞了 如果说的是铸造知识 陆离还能忍 可听他裸里啰嗦地吐槽冒险者 陆离就只想逃命 这个武器大师简直话牢无敌 明明三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内容 硬生生地被他啰嗦了三十句 等等 你明天还会再来吗 布里维夫石泉显然一点也不傻 啊 说明天再来聆听教诲 这显然是比较客气的说法 明天一大堆事 有没有机会来听这老头唠叨 还真不好说 谁也没想到对方会当真 陆离一时半会都不知道该如何反应了 我就知道 你小子滑头 果然是骗我的 布里维夫石泉 随手抡起一把破损的斧头 差点就砸到了陆离的身上 陆离一脸尴尬 水精灵却笑得幸灾乐祸 他看得出来 这个武器大师 其实很欣赏陆离 所以也不可能真的一斧头把他给劈了 如果明天不来的话 后天一定过来报道 能够和一个武器大师接触 这又不是坏事 人家随便露两手 都能让陆离受益匪浅 这样好了 等你快到宗师级的时候 你过来找我吧 我收你当学徒 布里维夫石泉想了一下 觉得这主意真心不错 倒不是他不想 现在就把陆离收入门下 而是陆离还不够资格 别觉得大师级很牛掰 在布里维夫石泉 这种半只脚 已经踏入传说级的大宗师面前 他连当学徒都不够资格 事实上 NPC铁匠铺里几乎都是 大师级的铁匠在锤锤打打 只是他们大部分 都已经固定在了 大师级的阶位上 不出意外的话 一生都难以寸进了 当然原因 陆离差点热泪盈眶 魅力值得 孩子伤不起啊 多久没有感受到 NPC的温暖了 也就布里维夫石泉这种 不看颜值 只看实力的厚道人 才能发现他的真善美 告辞出来 终于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候 明天见 水精灵说 明天 明天不一定有空 陆离本来也想回一句明天见 但是由于刚才布里维夫石泉的梗 他实在不敢保证 明天能有空和水精灵相见 他们都不是闲人 威宇格虽然这两天没有比赛 但是裁决之剑 却必须对战无双成 现阶段的比赛 比赛本身重要 而裁决之剑对外展示的形象 同样很重要 他不可能全部交给根号三 明天我去江南督战 不正好明天见吗 水精灵说 督战 陆离惊恶 没错 上次比赛让你们赢了 我这次要过去看看 不能让你们再这么轻易地迎望 水精灵气哼哼地说道 别忘了 我们也是盟友 陆离都没觉察到自己的语气酸溜溜的 无双成 可是我手里不多的力量了 再说了 我又不上去帮着他们打你 水精灵用类似红小孩的语气说道 下了游戏之后 陆离开始跟进了比赛的场地 确认了一下 为无双成赛手们订的酒店 还有无双成赛手们的日程 包括比赛之后 有什么互动性的安排 无双成随团 有媒体跟随 不能让他们看清了 裁决之剑 江南市那边也积极地配合 毕竟在游戏产业发展 快速的今天 这个级别的比赛 已经能够有助提升城市形象了 无双成是成专机来的 他们俱乐部背靠微语格 前年购置了一架专机 其他俱乐部也大部分都有这种东西 裁决之剑就不用想了 除非他们肯接受外部融资 不然想要腾出闲钱来购置飞机 无疑天方夜谭 无双成在机场同样接受了采访 裁决之剑派了人接机 这一次裁决之剑终于有了队服 主场选了以白色为主的浅色调队服 看起来比无双成的队服 还要漂亮很多 立刻就有粉丝上前询问 什么时候开始发售这种队服周边 周边商品也是俱乐部收入的大头 比如裁决之剑这种队服 质量算是非常不错的了 成本价一般也就在50块左右 但是对粉丝出售的话 最起码也要100朝上 一件衣服赚50 一万粉丝就是50万现实币 更何况裁决之剑 现在的粉丝何止一万 荣耀之都每年周边销售额 都在数以现实币 他们能够调动的财力和资源 很大一部分都是靠这方面的收入 就这方面来说 裁决之剑想要和荣耀之都叫板 其实还差得远 光是用钱砸都能砸死裁决之剑 好在大家现在同在一个气跑线上 甚至可以说裁决之剑在某些方面 还有占据优势 陆里果然看到了水精灵本人 这不是他第一次见水精灵 但是这一次显然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之前的水精灵对他来说 仅仅只是客户 是一个能够让他赚到钱的女土豪 安顿下来之后 就开始选地图了 还是那九张地图 不同的是 选图的人变成了裁决之剑 主场的优势 不仅仅在于比赛环境 更重要的是 比赛地图的决定权 很多时候 光凭这一点 就能左右一场比赛的 结果 同样的实力 如果放在一个己方 了如指掌的地图中 与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图 结果绝对不一样 为了选图 裁决之剑的赛手和高层们 专门还开了个会 根据他们的职业配置 我觉得三号图和四号图 都不用选了 跟号三看 大家都不说话 只好先抛砖引玉 他这简直就是废话 三号图是沉泥沼泽 四号图是火焰之地 前者 别看裁决之剑 赢了 可究竟有多惊险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四号图虽然有利于活法 但是对盗贼 依旧不友好 裁决之剑 不可能放弃陆离这个 主力队员的优势 第1152章 没有侥幸 水上乐园这图 咱们就练过两次 选了的话 不见得有优势 肥猴子一本正经地说道 他讨厌这个图 而且无论是游戏里 还是现实中 他都不喜欢下水 暗房这图不错 我觉得可以选 咱们也不是没打过 猫猫爱吃肉 兴致勃勃地说道 暗房地图是他的成名站 当初和星辰交锋 在裁决之剑 处于弱势的情况下 猫猫爱吃肉 一挑二大获全胜 从而奠定了那场比赛的胜利 也是这场比赛 让他成为本赛季最热门的新人 甚至还有人觉得 他根本不像新人 无论是心理素质 还是临场发挥 都让今年老将自愧不如 接下来几张图都被否决了 就连路里也有些头疼 裁决之剑成形略晚 俱乐部的训练制度 也是猫爸加入 才开始着手筹备的 当时花了裁决之剑 几乎所有的资金 才在游戏公司 那里购买的训练系统 在里面可以构建 所有已经发布的游戏地图 并且进行模拟对战 然而有了这种系统 并不代表裁决之剑 就能尽情地训练了 首先是储备赛首比较少 裁决之剑 就那几个赛首 他们找谁去对战呢 普通的精英团玩家进去之后 根本无法对路里他们造成威胁 然后 他们也不可能花太多时间 在这些地图的练习中 赛首之所以是 赛首 就是因为他们比普通玩家更强 更强的操作需要训练 更强的装备需要收集 更强的等级优势需要时间去升级 单就升级来说 那些被淘汰的俱乐部 并没有一蹶不振 他们趁着比赛俱乐部都忙着比赛 个个都在拼命地练级提升自己 而比赛俱乐部也不可能甘心 就这么被他们超越 自然毫不放松 裁决之间的赛首们 想要在等级榜占据一席之地 也是付出了很多时间的 现在这九张地图 其实陆离他们并没有特别擅长的 咱们要猜测一下 无双城比较擅长什么地图 陆离揉了揉太阳穴说道 这还不简单 你去问问水精灵不就知道了 他都跟着过来见你了 你们两个好事将近吧 肥猴子心直口快 引起了大家一阵起哄 胡说八道 陆离断然否认 极其罕见的感觉 面皮发热 他和水精灵走到这一步 彼此都小心翼翼 将来究竟会如此 现在就说为时过早 而且就算想要继续发展 也都知道前路困难重重 所以陆离不想 拿着是开玩笑 他是一个很自律的人 原本对于未来的想法 只是照顾好妹妹 如果有条件的话 就找一个看得顺眼的人 过一辈子 就算是现在小有身家了 也没想过去找什么附加千金 完全可以说 水精灵是一个意外 一个他不知不觉 就已经习惯了的意外 要是没捷径 可走的话 陆离 你觉得他们都练习什么地图呢 咱们在无双城 有没什么眼线 根号三很头疼 裁绝之剑根基浅薄 其他对手那里 都没根植眼线 更别说名义上 近乎是盟友的无双城 也不是没有踪迹可循 难道你们不觉得陈尼沼泽 很难说明问题吗 陆离笑了笑 陈尼沼泽 陈尼沼泽 能有什么问题啊 大家被陆离这么一说 完全摸不着头脑 他们研究的 都是非常偏的地图 陈尼沼泽 火焰之地 暗房等等 我猜这几个地图 他们都突击练过 选了的话 咱们讨不到什么便宜的 陆离似乎已经胸有成竹 其实根据前世 对吴双城的了解 陆离也更能确信 自己的判断 吴双城经常以棋制胜 选择比较偏门的地图练习 会让他们觉得 有可能正好 撞上客场地图 听起来很有道理 你的意思是 根号三眼睛一亮 咱们就选大类台好了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不存在侥幸 咱们和他们堂堂正正地来一次 陆离一拍桌子 非常果断地下了决定 其他赛手也是心情激荡 裁决之剑 没有理由会跑吴双城 更何况这里是他们的主场 士气方面也属于巅峰时期 江南比不上前堂市 体育馆要小一些 入场的人 自然也比不上前堂市那么多 不过 江南市的粉丝们 比前堂的要更热浅 这些年来 前堂多多少少 也有几个大型俱乐部诞生 可江南市就从来没起来过 像样的俱乐部 星月宫会 都能有很多人支持 可见这个城市的游戏玩家 对大型俱乐部 是多么的渴望 裁决之剑成形后 江南市的玩家 大部分立刻就毫无理由地 选择了死中支持 陆里等人进场的时候 气氛热烈到了极点 幸好体育广场是露天的 不然屋顶都要被掀掉了 地图选择 无双城的人 想过暗房 想过银松森林 想过金色平原 就是没想过是大擂台 大擂台 其实就是 一个椭圆形的中小型场地 大家站在这头就能看到 那头 中间 除了几根柱子 就没了其他任何障碍物 地面也是平坦无比的石板 这样的地图 典型的毫无技术含量 通过陈泥沼泽一战 无双城 自然知道 自家和裁决之剑 是有一定差距的 这一次在江南市的客场作战 如果裁决之剑 能够不幸地选了一张 他们擅长的地图 那结果 自然皆大欢喜 说不定他们还有机会翻盘呢 可谁能想到 裁决之剑 竟然选了这样一个 毫无技术含量的大擂台 双方进场后 擂台赛开始 说起来 大擂台就好像是擂台赛地图的扩大版 大家分开战定 时间到了 就冲上去厮杀 胜负 全看本事 几乎没有半点侥幸 擂台赛 裁决之剑这边首发陆离 对面学乖了 这次首发只剩半只烟 因为不管裁决之剑出场什么人物 法师都有一定优势 现阶段版本的法师 只要操作好 几乎没有什么职业可以克制他们 贼法对战 又是在系统更新 削弱了盗贼 进一步增强了法师之后 所以 即便陆离和只剩半只烟实力有差距 解说员们 也保持了对比赛结果的观望态度 第1153章 消耗 嗨 大神 你说 我有多少机会 只剩半只烟上来就打招呼 应该没什么机会 别人都主动答话了 陆离也不好装作 听不见 虽然他很想快点解决战斗 大神 是不是过于自信了点 我可是干掉过鞋笔的人 现在可不同往日了 只剩半只烟 显然不是很服气 他觉得自己被小瞧了 最近这几天 竞技场里打盗贼就像切菜似的 就连血笔都被他干掉过 至少在大家的心目中 血笔是有资格和陆离相提并论的人 我想 血笔应该感谢你 陆离不以为然 为什么 只剩半只烟问 因为你做了他的陪练 我猜你现在对上他的话 恐怕就没有赢得 可能了 陆离很同情这家伙 可以想象的是系统更新后 血笔到竞技场去适应削减后的前行 结果 碰到了只剩半只烟 然后就拿只剩半只烟做了陪练 或许一开始不适应的时候会输 但是只要使用了 被削减的那部分 就无法再影响血笔了 陆离也是一样 当削减那会 他都打不过月光 就连猫猫爱吃肉都干掉过他一次 可是只要适应了新的前行节奏 他的状态会快速地回升 虽然削减了 一定会有影响 可也没有影响到 只剩半只烟所想象的那么夸张 现在陆离已经进入了前行 只剩半只烟试图把他抓出来 上次系统更新后 盗贼的前行效果 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减 那么只剩半只烟能否获得先手呢 众所周知 和盗贼对战先手很大程度影响结果 解说员九凤对着 虚拟观众席和场外体育场 进行了现场解说 并没有 四海游龙叹息道 果然 他的话音刚落 只剩半只烟 就已经被陆离偷袭成功 不过他 显然不打算让陆离获得机会 在被偷袭过后的瞬间 就开启了冰箱 被台赛讲究的是寸土必争 就算只剩半只烟输了 他也要尽可能地多给陆离制造麻烦 从而让他的下一棒接替者 找到战机 面对开了冰箱的法师 陆离也无可奈何 只好后退前行 继续寻找机会 在他后退的一瞬间 只剩半只烟破冰而出 冰霜瞬间覆盖陆离脚下 他瞅准了机会 要把陆离冻结在原地 但是陆离又岂会不防着他这一手 冰霜蔓蔓延开 却丝毫没有陆离的踪迹 他启动了鞋子特效 瞬间闪到了只剩半只烟的背后 将他打入晕眩状态 只剩半只烟开启徽章 冰锥树开启 冰霜炒着陆离所在的位置猛吹 陆离这次就不退了 盯着冰锥树给了对付一个凿机 再次击晕了只剩半只烟 双方都打得很快 技能释放 走位全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实现 普通观众 有些甚至根本看不出来 他们使用了什么手段 但是大家都知道他们在交换技能 只剩半只烟的目的显然是要尽可能地消耗陆离的技能 陆离很淡定 他并没有舍不得交换技能 只要只剩半只烟有本事 只剩半只烟显然没有陆离那么多手段可以拼 就拿解控来说 再多的解控也架不住他老是被控制啊 当解控交出去了 剩下的自然是任由陆离宰割 现在这是什么情况啊 解说元九凤一脸的困惑 他似乎觉得只剩半只烟作茧自负了 前期频繁的交换技能 造成了他被控制之后毫无还手之力 现在就只能任由陆离攻击他 只要陆离的控制不中断 他就会一直被晕在哪里 甚至连消耗陆离一点生命值都不可能 所以有势必有的 他想要消耗陆离的技能 就没机会造成杀伤 四海游龙说道 那究竟哪一种策略更好呢 九凤问 对付陆离这样的人 没什么特别有效的策略 但是换作是我的话 只要有机会换技能 我也会选择换技能 四海游龙这次居然站在了 只剩半支烟这边 他顿了顿补充说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无双成的下一个上场的 试制命精裤衩 只剩半支烟终于找到机会 还手 但是很快又被陆离给控制住 两人你来我往地打了一会 互相之间都造成了不少的伤害 但是总体来说 还是陆离技高一筹 他在血量刚掉一半的时候 就解决了对手 只剩半支烟干得漂亮啊 比我想得要好 可见陆离也不是不可战胜的 四海游龙感慨 陆离还剩一半血呢 九凤提醒他 估计满场的观众 也都是这么想的 他们对四海游龙的话 不以为然 陆离半血就解决了对手 可见他游戏第一人的名头 还是有点含金亮的 暗影不特效用了 暗影斗砰 用了 急跑用了 徽章用了 剪伤用了几个 陆离表现在外的这些手段 已经用了七七八八 除非他用其他没用过的杀手剪 不然的话 下一个对手 他毫无还手之力 四海游龙斩钉截铁地说 让我们来看看 无双城下一位出场的赛手 哎呀 还真被你说中了 正是致命金库查 他显然是要减这个便宜了 九凤笑道 致命金库查 确实是上来减便宜的 战士本来就克制盗贼 更何况是一个技能 用了大半的盗贼 如果我是陆离 我会使用拖延战术 四海游龙为陆离拧了一把汗 看到陆离前行避开 致命金库查才松了口气 不是他站在了陆离这一边 而是作为一个解说 他要调动观众的情绪 现在观众显然都被吸引了注意力 这也太无赖了吧 九凤称道 道贼就是这样 难道你指望陆离面对面的 和致命金库查硬拼啊 四海游龙说 擂台就那么小一点 我不信致命金库查捉不到陆离 而且擂台赛有时间限制 如果陆离一直躲的话 系统会叛復的 九凤的话 让观众们的精神再度紧张起来 陆离当然也明白这样的道理 所以他也没指望拖到所有的技能盒 特效都冷却好 时间短的冷却差不多的时候 他就直接出手了 可惜这一次 就没刚才那么容易按住对手 一个劲地揍了 致命金库查状态完好 陆离想要控制住他 根本没太大可能 风水轮流转啊 现在陆离是要消耗致命金库查的技能盒 特效了 想要抓贼 也要付出点代价才行 四海游龙显然是明白人 他的话让观众们恍然大悟 怪不得这场景有点眼熟呢 第1154章 田击赛马陆离和只剩半根烟不一样 他在消耗致命金库查技能和特效的同时 并没有放弃战胜对方 不同性格决定不同的行为 如果陆离现在告诉观众 他还想赢 观众一定以为他疯了 虽然连他自己也知道这个可能性 几乎等于零 格挡 这是盗贼对付物理职业最根本的手段 一个格挡不了战士攻击的盗贼 没有任何获胜的希望 换个角度去说 一个能够击破盗贼防线的战士 才真正能够称得上是盗贼杀手 陆离就是这么一个格挡高手 他的格挡技巧 被同行们当成教材一样分析学习 而且盗贼攻击速度快 尤其是他副手的那把武器 舞动起来 一团荧光一般 不仅能够恰到好处的格挡住 致命金库查的技能 还总是能够额外地攻击几次 致命金库查的心情 过山车般地从高处坠落 他本以为自己只是收尾的呢 幸好自己是板甲 血量也高 也幸好格挡并不是免伤 只是造成的伤害 根据格挡效果的优劣 减少一部分而已 总体来说 致命金库查对陆离 还是处于压制状态 这样的比赛 就没什么可以解说的了 说得再深 观众也听不懂 于是九凤便八卦兮兮地压低了声音 听说这一次 吴双城前往江南市 出行的人当中 居然包括了水精灵 水MM果然名不虚传 感觉现实里颜值更高 嗨嗨 威宇阁和吴双城是盟友 水精灵随对助阵 也是正常的事情 四海游龙干咳了几下 对自己 这个小女友很无奈 难道女人都这么八卦吗 可你也分清楚 八卦的是什么人 八卦的时候 是什么场合吧 水精灵那人看似无害 可一旦认真起来 整个职业圈 也没多少人愿意得罪她 不至于谁都得罪不起 只是得罪一个女人 而且是一个这么漂亮的女人 不管结果如何 都已经注定你输了 其实也挺为难的 两边其实都是盟友 九凤才不相信狗男女之间是清白的 他和四海游龙私下里 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四海游龙比较理智地认为 水精灵是想要收复裁决 之间才接近陆离 而九凤凭着女性的直接总觉得 他们两个之间有猫腻 观众们显然更喜欢九凤聊这样的八卦 不管是那边的粉丝 都打起了精神 至于还在那里对统的陆离 和致命金库衩 两个菜刀职业的战斗 实在乏善可陈 不过时间方面是拖不下去的 至命金库衩不得不用了几个压箱底的手段 因为他发现自己的情况并不妙 一旦拖久了 谁胜谁负就真不好说了 陆离终于还是倒下了 至命金库衩以70%不到的血量 站在赛台上 他的下一个对手是猫猫爱吃肉 这个以高素质著称的新人赛手 显然不好惹 至命金库衩的脸色略显难看 他不得不承认陆离影响了 他接下来的这一场战斗 控制手段和加速手段浪费的太多了 真是死了都不安生 心底咒骂了一句 至命金库衩硬着头皮 对猫猫爱吃肉冲锋过去 猫猫爱吃肉熟忍地给他来了一个负面套餐 各种负面效果全都丢到他脑袋上 有减速的 有破甲的 有流血的 有魅惑的 从外观上看 此时的至命金库衩被染得五颜六色 看起来特别滑稽 陆离在只剩半根烟身上浪费了不少的手段 至命金库衩也在陆离身上浪费了很多手段 这两种结果似乎产生了不一样的影响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然后九凤就提问了 是的 这一次裁决 支剑的职业交替出场 堪称完美 没有了手段的陆离 或许会死得快点 而没有了手段的致命金库衩 恐怕就不是死得快那么简单的了 除非他放那个群晕的大招 但是显而易见 这种大招冷却时间比较长 只要他还顾及后面的团体赛 他就只能被数式职业遛到死 四海游龙语调深沉 从简单层面来说 他在和游戏圈老将的对阵中大获全胜 几乎是虐菜一样的 把致命金库衩 这样的知名大战士击杀赛台之上 恐怕明天的娱乐报道 会连篇累赌的报道这件事 更深层次所蕴含的东西 就只有俱乐部的人才会深思了 出场次序本身非常重要 但是大家还是低估了他的重要性 今后大家一定会预测对手的出场次序 然后制定自身的出场顺序 从而达到田击赛马的效果 猫猫爱吃肉实际上 打不过致命金库衩 他的胜利是陆离奠定的基础 接下来的擂台赛 裁决之剑 稳战上风 猫猫爱吃肉 挂在吃斋的蚊子手里 不过吃斋的蚊子也几乎残血 他被新上场的月光三两下 就送了出去 迎战月光的是仙娜 不知道算不算巧合 这次的擂台赛 居然出现了两次 战士和术士的对拼 致命金库衩丢了战士的人 一个术士妹子虐得死去活来 现在轮到月光 终于让战士玩家们松了口气 大战士在术士面前 并不是没有一战之力 至少月光打仙娜 就非常牛掰 仙娜不断地消耗着月光的生命值 而月光也不甘示弱 他的控制和解控制很多 加速技能也不少 仙娜根本不具备 像猫猫爱吃肉那样 放风筝的条件 所以最后还是月光获胜 他们两人实力有一定差距 月光对亲戚孤久 这算是本场比赛 更为枯燥的一幕了 一个攻击超高 另外一个攻击虽然不高 可他会给自己加血 两人又都是板甲职业 最终几乎是两败俱伤的局面 亲戚孤久运气好一点 但是血量也不多了 裁绝之剑这边出场了 慕秋 这是他第一次在擂台赛上露面 同样的攻击不高 同样能加血 可惜亲戚孤久的魔法值太少 加的血也不够多 被慕秋送出了赛场 擂台赛结果是 裁绝之剑积五分 无双城积三分 毕竟无双城的人 已经连压箱底的手段都拿出来了 要是连三分都拿不到 那他们就往未裁绝之剑 没存在之前发展最快的超级大工会了 第1155章 陆离也替补 擂台赛结束之后 观众们顿时都来了精神 虽然大家也喜欢看明星赛手们 玩各种手段 但是他们更喜欢看两个 对真刀石枪的对拼 这种大擂台 这头就能看到那头 根本玩不了任何心机技巧 裁绝之剑五个人 咦 陆离居然没有上场 九凤像是 发现了很让人接受不了的事情 他大呼小叫地说道 陆离现在在什么地方呢 哦 他现在坐在候补席上 我的天 观众们经他提醒 细数了一下赛场上的人数 终于意识到陆离并没有上场 月光 肥猴子 三月雨 猫猫爱吃肉 落音回忆 五个人出现在裁绝之剑这边的场上 缺少了木秋和陆离 而陆离出现在了候补席上 木秋则在擂台赛上收尾了之后 彻底结束了这次的比赛 则则 不服不行啊 四海有龙叹息道 连麦关子 为什么陆离自己不上场呢 九凤不管是不是真的不懂 他都完美地扮演好了解说缘的角色 观众的疑问 被摆摆上了 台面 大擂台就是强势对冲 属于最激烈的战斗类型 这样的战斗中 盗贼所能发挥的作用极小 他甚至不如落音回忆 能够发挥的作用大 四海有龙解释道 所以 陆离退到了候补席上 还有吗 九凤睁大眼睛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对冲过程会出现不止一两个的剑员 因为这样的战斗 没办法后退 只能硬拼 段时间就会造成大量伤亡 四海有龙胸有成竹地说道 这时候就轮到陆离上场收割人头了 他们说话的功夫 两边的人已经解除了 距离太近 根本不需要跑几步 两边的人全都把自己最拿手的技能 丢到了对手的身上 洛英回忆 开了嗜血之后就直冲对方阵型 不要管他 攻击原定目标 无双城这边的人 看这个萨满 脱离了阵型 正要把他的人头收走 却听到了亲戚孤九的命令 虽然不觉得 收走这样一个人头会浪费什么时间 但是他们都遵从了这个命令 好 将还是老的辣 四海有龙鼓掌 洛英回忆 是故意上去送人头的 九凤问道 是啊 这一步堪称妙招 一方面打乱无双城的攻击节奏 杀得再快 也要时间 另一方面洛英回忆挂出去陆离 就可以进来了 四海有龙 显然为自己 能够看到这样的名堂得意 他摸了摸下巴 洛塞胡子探倒 可惜才觉之间 这个算盘完全落空 是不是越老就越奸诈啊 九凤捂着嘴笑起来 话里显然特指了 旁边某人 嗨嗨 这叫谋略 怎么能是奸诈呢 四海有龙 显然也是喜欢算计的风格 所以他非常欣赏 亲戚孤九这样的老将 亲戚孤九 慕王峰等等 这些人 混迹游戏圈 已经十年左右 一般的赛手 在这个时候 都已经开始退居二线 而依旧能够坚持的人 也不是没有 这一类人一般都特别难对付 洛英回忆被无视 只能硬着头皮 扑向了对方的治疗萨满 含笑半步颠 和三月宇一样 成了被 急火的对象 他艰难地自保着 对于朝他扑过来的同行 他并不敢懈怠 洛英回忆 在裁决之间团队 不是核心 但是他那一身极品 造就了他超高的攻击 萨满 在赛场上弱势 不是他们攻击低 或者治疗量低 而是生存能力太弱 三月宇虽然生存能力更强一点 但是他此时也不好过 在之前的比赛中 他并不是 没有遭遇过一群人围攻的情景 但是很少有哪个战队的人 能够无双成这样 给他造成这么大的威胁 毫不犹豫 三月宇左手的 匕首在右手的手上 划过 一道海浪似的波纹荡开去 围着他的所有人 全都飞了出去 而且落地后 还被晕眩了 王者之书 传奇 全属性加20 智力加10% 凹槽二 特效一 辉煌光环 这个光环能力 可以加快携带者 即周围有军部队的魔法恢复速度 特效二 地震 使用 击飞周围巴马内的所有敌人 使之跌倒并晕眩3秒 冷却时间10分钟 特效三 召唤骷髅 使用 召唤一个骷髅 为你作战 持续5分钟 冷却时间1分钟 装备需求等级50 牧师 专属 耐久280 280 这也算是压箱底的绝招了 在这种危急时刻 被他毫不犹豫地用了出来 被击晕的人 无论是不是解除控制 再度上来集火 三月雨 他们都失去了先机 至少现在裁决之鉴的人 要比他们更快地解决掉治疗职业 操 致命金库查大吼一声 也是一个群控技能 跟上 他不能让自家的 治疗先死 看我连发大火球 只剩半支烟 已经憋了很久 擂台赛 没舍得用的攻击大招 又用了出来 给三月雨 造成了大量的伤害 双方交换了一个群攻大招 含笑半步颠 和三月雨相继倒下 肥猴子 专职辅助 只剩半支烟 也随机挂掉 总体来说 吴双城吃了一点暗亏 毕竟是萨满先死 三月雨 还多撑了一段时间 用了两个减伤之后 才挂掉的 这时候 双方都没了治疗 后补席上的人 开始进场 撤 亲戚姑久喊道 致命金库查非常听话 拖着斧头掉头就跑 不撤不行啊 他们这边的人 血少 月光和猫猫 爱吃肉想杀的话 妥妥地干掉致命金库查 陆离来了的话就更惨 别拿 诶 罩杯不当凶好不好 半吊子奶爸也有奶水啊 亲戚姑久 仗着自己有能力加血 试图要打吃酒战了 别追 回来 月光喊了一下落音回忆 现在确实没必要上去追 毕竟追到吴双城大本营的话 正好会碰见吴双城的 后补猎人吃斋的蚊子 猎人爆发输出还是挺强的 配合下来的话 说不定能够把猫猫爱吃肉给挂掉 脱离战斗后 可以吃面包回馅 所以双方可以说是要从头开始了 只是吴双城现在 剩下亲戚姑久 致命金库查 吃斋的蚊子三个人 而财爵之剑 则剩下陆离 月光 猫猫爱吃肉 还有落音回忆四个人 第1156章 赛后聚会 人数差距出现了 尽管亲戚姑久能够加点血 可是吴双城的粉丝们 情绪明显地低落下来了 就连粉丝都知道 吴双城要再次落败 他们这些专业的赛手 当然没办法自己欺骗自己 然而 不管是亲戚姑久 还是致命金库查 还是看似一脸不在乎的吃斋的蚊子 他们都没有中途认输的 打算 四个打三个 应该怎么打 随便打 就是如此的简单 陆离脱离了队伍之后 开始进入前行 现在没有一开始人那么多 他这个盗贼的先手优势就产生了 吃斋的蚊子 飞快地丢出了一个照明弹 唯恐陆离从他背后冒出来 吴双城还剩一个锁甲 两个板甲 柿子都挑软地捏 任谁也知道 要先打他这个猎人 吃斋的蚊子快哭了 我才刚上场 能不能让我闯口气啊 答案显然是不可能 裁决之剑 四个人上来就围着他 照死里打 四个人打一个不说 更悲催的是这四个人 里面还有一个控制技能超多的陆离 轻奇姑久 倒是想着承担起奶爸的责任 可惜他的奶水实在是太平级了 比平级之地还要平级 所以就算没人打他任他加血 也阻止不了吃斋的蚊子挂掉的节奏 这次的团体赛 吴双诚几乎完败了 裁决之剑6分 吴双诚2分 加上擂台赛的积分 以及前几天那一场 裁决之剑和吴双诚积分比例 已经达到了惊人的22比12 双方差距10分 除非接下来的这场比赛 吴双诚能够一挑五打完擂台赛 然后团体赛一个人都不挂 这种假设非常的荒谬 吴双诚败了 解说员九凤 都不由地产生了同病相怜的感觉 他所在的俱乐部自由天空 也是早早地被淘汰出去 这年头混职夜圈子 谁心里能没有一个冠军梦呢 还有一场比赛呢 他们还是会继续赛下去的 四海游龙同样很感慨 接下来的这一场 对裁决之剑来说 或许是一场无关紧要的比赛 但是对吴双诚来说 却是他们本赛季最后一场了 那你说接下来的一场 会有什么结果呢 九凤问 在四海游龙说这话之前 他或许觉得裁决之剑会赢 毕竟裁决之剑两次大胜 吴双诚已经彻底被淘汰 只要申请 他们甚至可以要求 联赛取消掉第三场比赛 但是正如四海游龙所说的那样 接下来的这一场 是吴双诚本赛季的落幕之战 记得有个故事 说一条猎狗将兔子赶出欧 一直追赶他 追了很久仍没有抓到 牧羊人看到此种情景 激笑地对猎狗说 你们两个之间 小的反而跑得快很多 猎狗回答说 你不知道 我们两个的跑速完全不同的 我仅仅为了一顿范跑 而他却为了性命而跑呀 一个努力不努力 都注定会赢 另一个败了两次 最后在观众面前 展示自己的力量 所以 明天的第三场比赛结果如何 还真不好说 比赛结束之后 作为东道主 而且还是一定程度的盟友 裁决之剑 总要招待一下客人 才是 于是吃就成了最恰当不过的活动 裁决之剑这边赛手 加高层一二十个人 吴双城那边少一点 三四十号人 要分好几桌才能坐下 到时候排座位都是个麻烦 华夏人讲究这个 而且这个 还偏偏容易得罪人 于是一个中型的餐厅 被裁决之剑包了下来 干脆给弄了个中式 自助餐 一大堆食物放在那里 随便拿随便吃 然后各种酒水管购 气氛倒也说得过去 大部分都是赛手 也有几个工会高层 工会高层做一个角落交流一下 对目前职业圈的看法 赛手们就自由得多了 看得顺眼的 就过去聊几句 尤其是女赛手 更是不断认识到新朋友 职业圈子说小不小 说大其实也没多大 打过交道的人非常多 就算是从来都没打过交道的 两杯啤酒下肚 立刻就能勾肩搭背的 胡吹乱砍起来 无双城术士仙大这样的 虽然二了点 但是颜值 其实还挺不错的 不少宅男觉得 他可爱 只有三月宇周围 没什么人献殷勤 他哥哥花底离情 死皮赖脸地站在妹妹身边 一脸谁敢和我妹说话 我就弄死谁的表情 让无双城这边的赛手们 腿肚子直抽筋 只要有空就可以去练及的人 等级榜第一 就算不是赛手 也拥有和赛手们 平等对话的权利了 猫猫爱吃肉整一个吃货 自从大师傅上菜之后 他就不停地吃 任谁和他打招呼 他都一嘴的食物 对着别人支支吾吾 至于洛英回忆 跑过去和他聊天的人 脸色全都发青地逃之夭夭 比如含笑半步颠 礼貌性地打个招呼 本来是想聊聊萨满这个职业的 毕竟赛手圈的萨满 都不超过十个人 然而当洛英回忆神秘兮兮地问了一句 听说致命金库茶和亲戚孤九有一腿 是不是真的 谁攻谁兽呢 可怜的含笑半步颠 受到的冲击太大 恨不得从来没认识这个同行 这个世界上夫女什么的 最可怕了 对了 还有一个漂亮妹子 水精灵和无双城俱乐部 一起高调地出现在江南市 自然不会连聚会 都不参加一下就跑路 大部分的人都没办法无视他 但是也仅限于打个招呼就走的交流 毕竟水精灵高冷的名头 不是凭空出现的 他带人接物确实不太热情 别人打招呼 他就淡淡地回应 脸上说不上寒霜满面 可笑容总让人觉得距离很远 而且 他有一种让人不敢触犯的威严 大概就是传说中得领袖气质 不过 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 在陆离进来之后 大家就发现冰山女神的形象 似乎突然鲜活了很多 抱歉 今天有事来迟了 陆离进来 就给大家道歉 没事吧 跟号三迎上来 小声地问道 应该没事 比赛结束后 他得知后勤大管家白色的面包 在游戏里晕倒了 怎么叫都醒不过来 为了确认对方的情况 他打电话联系了白色的面包的家人 可能是最近太辛苦了 我尽量帮帮他 跟号三弩弩嘴 那边显然实在等你 过去打个招呼吧 第1157章 情商低 游戏毕竟是游戏 无论视觉展示的多么真实 总有一个声音提醒你对面的人是虚拟的 这是人的本能 下意识地潜伏在内心深处 不然的话 玩家估计都要精分了 而且在游戏里 即便穿上时装 也不可能有现实世界里这么和谐 真实 水精灵 今天穿着一件白色的短大衣 领子处有一圈蓬松的白毛 下面是白色的长裤 脚上是一双白色的短靴 这下子从头到脚都是白色的了 他在游戏里的时装 也都是白色 看来最喜欢的颜色 估计就是白色了 只是不明白 他对陆离是个什么观感 陆离说不上白 和在座的大部分人比 都显得黑了一些 没办法 风里来雨里去二十年 怎么也白袭不起来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水精灵从餐厅的沙发座位上站起来 表情平淡地和陆离打了个招呼 陆离同样平淡地回应了一下 却也没有解释自己迟到的具体原因 至少在别人的眼中 这分别代表了裁绝之剑 和无双城的顶尖大神 确实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架势 只有比较细腻的人 才能发现他们这种平淡之下的柔和 至少水精灵给人的感觉 和刚才完全不一样了 那种 你别来烦我 我不一定会给你面子的气场 已经消失了 陆离更深沉一些 可他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单独 去和水精灵聊天 就已经表明了态度 这两个人之间 恐怕已经有什么东西滋生了 跟号三不知道该祝福自家老板呢 还是劝他别陷得太深 早点放弃算了 活到这么大 跟号三也算见多识广 早就过了单纯的年纪 文当户对这种说法 并不见得单纯指门地和物质 更多的 却是价值观和生活习惯 陆离和水精灵相差太远 一个是挣扎在温宝县的平民草根 一个是从小锦衣玉石 接受精英教育的豪门大小姐 水精灵如果提起一个奢侈品牌 估计会换来陆离一脸茫然 而如果陆离说起 曾经有一次为了几块钱和别人打架 恐怕也会换来水精灵的不理解 有打架的时间 无论做什么 都能赚几块钱了 但是现在 他们在聊游戏里的事情 隐隐约约地听起来 似乎陆离给水精灵做了一把武器 水精灵非常满意 去竞技场打架碰到了 很怕死木头 居然还赢了 这时候 水精灵脸上得意和开心的笑容 让他和普通女孩子 并没有什么两样 耿耗三突然决定不去管他们了 想来可笑 他现在管着一个大工会 越来越像老妈子 居然想去管老板的感情生活 或许人家就成了呢 陆离确实没想到 水精灵能够赢了 很怕死木头 就算他赢了血比 陆离都不觉得惊讶 血比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猛 拖他一会就后继乏力了 可很怕死木头不一样 陆离遇见这么多盗贼 觉得最难缠的 就是这个木头了 他真的就如同一块木头 一般任性 十足 可以说 很怕死木头 是水精灵的克星 看来再一次的战败 还是给这位老将 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别人只看到职业圈子 如何光鲜 尤其是曙光这款游戏 火了 移得近的鼓吹 职业赛首的春天来了 却忽略了赛首们 背后的心酸 毕竟最高位置 只能占一个 感慨了一会 职业圈 水精灵 终于还是开口埋怨了一句 你们也真是狠 把吴双城打成了这个样子 吴双城这几年发展的 超出水精灵 想象 比威宇哥总工会 都不差多少 他本以为吴双城 对上裁决之鉴 即便是输 也不会拉开太大比分差距 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才两场比赛 就几乎已经确定了 结果 不全力以赴不行啊 稍微懈怠一点 可能输的就是我们 陆离 心有余悸 他也没说客套话 就比如这一次的团体赛 那是 逼得三月宇 用了压箱敌手段的 一个治疗职业 会这样的群控技能 放眼整个赛首圈 恐怕都没几个 如果 三月宇不用的话 万一他比含笑 半步颠线挂一步 让吴双城保留了自家的治疗 那时候 陆离上场 也没什么用了 真想决赛的时候碰见你 然后把你打趴下 水精灵 也就是随口抱怨一下 如果是有旁人听到的话 恐怕会觉得他在撒娇 其实真要是陆离放水的 他也不见得多高兴 也不是没有可能 你们出现的 概率还是很大的 陆离笑了笑 魏宇格的对手 是第七天堂 他们前天 进行了第一场战斗 魏宇格在精灵市 主场迎战第七天堂 最终以微弱的 积分优势获胜 后天他们将往岭南市 参加第二场比赛 主场小胜 客场能赢的概率不大 水精灵现在很有压力 唉 自家人知道自家事 不说这个沉重的话题了 水精灵摇摇头 江南这个城市 我来过几次 但每一次都是匆匆而过 你是这里的土著 说说 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啊 从小接受精英教育 别人还在为了高考 和头疼的时候 他不仅拿下了 高等学府的毕业证书 甚至已经开始进入 家中企业学习 江南这座 以旅游闻名的城市之鱼塔 也不过是一场 例行的公务而已 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现在和父亲闹翻 一赌气 发现他似乎错过了很多东西 其实我对这个城市 也不是很了解 陆离神色 坦然 我这二十多年 都住在比较偏僻落后的地方 这里的人都说 那是城西的平民区 最近又一直忙着打游戏 几乎就没怎么逛过 刚好三月做月网这边 清闲 一边漫不经心的 和试魂等人聊天 一边偷听狗男女说什么 到这里的时候 他差点跳过来 扇陆离一巴掌 你压得能不能别提你那出身啊 很光荣吗 情商这么低 怎么泡妹子 哪个男人不是把自己光鲜无比的一面 呈现给别人看 水精灵那要求 就是给你提供了独处的机会 你带人找个景点溜达溜达不就行了 偏偏说什么 对这个城市不熟 平民区啊 我好像好真没见过 不如趁今天有空 你带我四处走走吧 更让跟好三崩溃的是水精灵的反应 他感觉自己 一定是老了 第1158章 童游 好 陆离答应得很干脆 丝毫没有带冰山女神 去平民区观光的窘迫 然后两人一牵一后地走了出去 剩下一屋子的人 鸦雀无声 过了好几十秒钟 才又重新热闹起来 只是看大家的神色 可能都按捺不住心中的八卦之心了 尽管大家平时都狗男女狗男女的调侃 可毕竟没多少人把这个震荡成一回事 游戏再怎么真实 也是虚拟的 游戏圈比娱乐圈更加的不靠谱 不管成了多少骄傲 都改变不了 大部分都成了纷飞燕的事实 更何况这里面牵扯到了一个 大家都觉得 永远也不可能被人拿下的冰山女神 水精灵刚符合进入游戏的最低年龄标准 就开始玩游戏 一开始 大家也就觉得 她漂亮 游戏里女玩家比例少 漂亮的更少 再接下来 她在游戏中大把撒钱 现实中的背景 也隐隐约约地显露出来 这样的有貌 又有钱的女性玩家 很快就能成为公众人物 再加上她气质比较轻朗 几乎很少有小女儿姿态 于是冰山女神的名头 便再也没人能从她头上抢走了 然而等到她一手对造了威宇阁 扶起了无双城等超级大公会 虽然大家都还是觉得探女神范 却少了一些人气 角色榜排名也被人超过了 因为大家觉得 和她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这个高高在上的大小姐 此时和陆黎一起下了磁悬浮列车 出现在这片落后城区的边缘处 其实正在落雨 江南 每到这个季节 都是这样的天气 文艺的人觉得这个世界的江南 才是真的江南 日出江花红圣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而陆黎却很杀风景 又下雨了 我以前最讨厌这样的天气 不能出去干活赚钱 陆黎带头踏上了一条 坑坑洼洼的窄路 好在并不拧拧 石板缝隙中满是青苔 倒也让水精灵觉得野区十足 我以前也讨厌下雨天 妈妈就是在下雨天走的 水精灵仰起头 感受着细雨如似的清凉 现在呢 陆黎听她说以前 就知道现在应该不讨厌了 现在不讨厌了 想想的话 我觉得下雨天 就好像和妈妈在一起一样 水精灵的情绪 看上去并不低落 父亲和她的冷战 让安稳了十来年的生活 轰然崩塌 但她接受精英教育 有些东西 已经铭刻进了骨子 软弱 只是一时 只要心里有目标 就不会一直颓废 走吧 陵雨不好 陆黎城开散 和她一起走进了这片落后的地方 靠近这块区域不远处 据说当年 曾经被投了一枚什么蛋 不仅成了一片废墟 还污染了百十年 就算后来被 确认污染已经消失 也没人想在这边住了 城区逐渐向另外一边转移 只有穷苦的人才留下来 于是变成了平民区 小河 如果能治理一下 其实景色应该还挺不错的 快到陆黎原来的住处 水晶灵点频道 这里的人很少有谁会关心 景色怎么样 这片稍微好一点 至少治安不错 我以前经常在这里讨生活 陆黎 显然是毫不避讳 应该很辛苦吧 水晶灵无法想象 陆黎在这片区域讨生活的情景 于是陆黎 就讲了一下 当年她七八岁 就出来闯荡江湖的事情 把水晶灵听得一愣一愣的 尤其是听说陆黎十岁 就能把比她大好几岁的 大半小子给打趴下 不由怀疑地瞄了一眼 陆黎看上去略显单薄的身躯 陆黎个头不矮 但是人看起来却不壮硕 就在这时候 迎面来了几个年轻人 这些人敞着头也不打散 走路姿态趾高气昂 衣着乱七八糟 脖子手腕都能看到明显 纹身 看到水晶灵顿时眼睛 就是一亮 平民区哪有这么亮的妞 不对 她们长这么大 就从来没见过好吧 但是也有人无意中 瞟了鲜花旁边的绿叶一眼 看到了撑伞的人 那熟悉的面容 黎 黎哥 突然之间 所有的人都扭过头 死死地盯住了陆黎 就好像水晶灵的魅力 突然归零 甚至变成了附数 嗯 陆黎想打个招呼 但是却想不起来 这些人叫什么 算上他重生之前的时间 他已经离开平民区很久了 早就忘记了这些看上去 本来就没太深印象的面孔 三个年轻人有点傻眼 换作是其他道上混的 如果装作不认识他们 他们估计会立刻掏刀子 还有什么比装 做不认识还羞辱人的方式吗 可这些年轻人 全都毫无怒色 红色头发的那样 甚至还一脸的歉意 自作聪明的弯腰低头 抱歉 认错人了 黎哥您自便啊 我们有事先走了 他以为陆黎在陪美女闲逛 要装作不认识他们 说完之后 几个人便逃命 一边的落荒而去 他们 水晶灵实在被逗乐了 这些家伙真该去演戏 明明叫出了陆黎的名字 却装出一副咱不认识的模样 或许以前认识 可惜不记得了 陆黎心中感慨 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他付出了太多的东西 玄机又想 如果上辈子 不总想着带着妹妹离开平民区 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 方式留住妹妹的生命呢 其实黑和白的原则 他过于坚持了 一开始的时候 总觉得自己能行 后来想要回头也来不及了 我开始相信你很能打架了 这样我也能放心地在这里逛逛 有什么不开眼的人 想要欺负我 有你在就行了 水晶灵嘻嘻一笑 竟然也有调皮的一面 只要你不嫌弃这里脏就行 我家就在那边 也不知道 现在有没有被人占去 陆黎将雨伞朝水晶灵那边移了一点 免得他的肩头被雨水打湿 走进安静的小巷 一切都还是陆黎熟悉的样子 哎呀 这不是陆家小子吗 一个老伯端着盆脏水出来 正要往外泼 恰好看到了陆黎 赵伯 你在呀 陆黎点点头 算是打了个招呼 刚从东向回来 弄了一身的泥 赵伯有点花眼 走上来两步才瞅清楚 陆黎旁边的人并不是陆星 惊讶地说道 你不是带着妹妹走了吗 这个是谁 这么快就找到媳妇了吗 能认出陆黎来 都是因为大家彼此很熟 看清楚水晶灵之后 顿时就觉得这姑娘 长得实在太好看了 赵伯别开玩笑了 我朋友 只是朋友 陆黎看了看水晶灵 还是解释了一下 而水晶灵只是浅浅地笑 也没见怎么生气 原来不是媳妇 那还真是可惜了 赵伯转身将盆里的水倒 浸下水倒 想起什么似的 又叫住陆黎 陆家小子 你该不是要回来住了吧 你那屋子被人占了 一个瘸腿老头 带着个十来岁的小子 陆黎停住脚步 朝水晶灵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不回来住 既然被占了那就算了 我只是回来看看而已 看来是不能带水晶灵 参观他以前的家了 他和陆星走的时候门没关 这在平民区 就意味着这个住所无主了 需要的人 谁先住进去 就算谁的 一个瘸腿老头 一个没成年的孩子 也算是有了安身之所 这雨下得越来越大 要不进来坐坐吧 赵伯当先走进去 也不问陆黎愿不愿意 而陆黎显然也习惯了 跟着进去 水晶灵没怎么犹豫 他也挺好奇 这里的人家中都什么样子 赵伯家 其实比陆黎当初住的地方 还大一点 不过大的也有限 里外两间 因为做饭的地方 也不显得多脏 就是摆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都是赵伯捡回来收拾好 可以卖钱的 他拿出两个塑料凳子 给陆黎 看着陆黎分开凳子 一人一个坐下 老人和陆家兄妹很熟 平时也挺照顾陆黎和陆星的 只是脑子有点不太好使 脾气也古怪了一些 聊了一点陆黎的近况 陆黎表示过得很好 可惜这个不是你媳妇 赵伯再次表示 很遗憾 他颠三倒四地重复了一句 看着和你还挺配的 有夫妻想 就算水精灵不是一个多在乎的人 他也知道别人怎么看待 他和陆黎这对狗男女的 尤其是 微语格里 一些平时关系好的女玩家们 一个颜值顶破天 一个太平凡 一个身家丰厚 一个才刚刚起步 嗨嗨 赵伯 牛神家的虫子 不是回来了吗 最近见过吗 陆黎赶紧转移话题 他暂时还不打算讨论这个问题 尤其是在这种场合下 对啊 虫子回来过 还给我送了钱 还说要给我修房子 那小子也出现 看来你们这一辈的小子们都出现了 赵伯拍着大腿叹了口气 可惜我这人越是老了 就越是闲不下来 不然可能一觉睡醒就没了 以后应该会越来越好的 陆黎在平民区长大 但是他不喜欢这里 可虫子和小黑那批人设不得这里 在游戏里站住脚之后 又杀了回来 有人有钱 还有源源不断的收入 很大一片区域 都纳入了他们的势力范围 刚才那三个沙马特贵族 都是看虫子 小黑他们脸色吃饭的人 而陆黎吊打虫子 小黑他们 他们见了陆黎自然比之前更加害怕 第1159章 大师兄遭虐 赵伯年纪大了 说话经常颠三倒四 前面说过 后面没多久就重复一次 陆黎不耐烦和他闲扯 很快就告辞出来 原本的旧屋就不去看了 免得那一对可怜祖孙 以为他回来赶人 再说了 那旧屋虽然承载了陆黎二十年的记忆 但是却并不值得他去留恋 我心安处是故乡 只有妹妹在的地方 才算得上是他的家 从小巷里拐出来 陆黎撑着伞 带着水精灵慢慢地走 不时地指着周围 介绍这里的曾经发生的一切 就比如一堆破石头后面 靠近勾岩那一块的空地 绿油油的一片小青菜 这块地 还是陆黎十多年前的杰作 勾岩比较低洼 每到下雨的季节 就会淹没大半 所以 也没有人愿意在这里搭棚子垒屋 原来 你还会种菜 还会做饭 水精灵就是单纯地觉得 陆黎很了不起 因为他自己做不来 养什么死什么 连仙人掌都养不活 至于做饭什么的 家里有保姆处嫂 照顾起居 根本就用不着他去学 我做的菜挺不错的 你看星星就知道了 把他养这么大不容易啊 陆黎对这件事很得意 可以让他得意一辈子 尤其是这辈子 他走到今天这一步 妹妹更会安安稳稳地活下去 有个哥哥真好 水精灵很羡慕 如果他有个哥哥的话 父亲会把哥哥 培养成接班人 而他会有一个 娇宠快乐的童年 哥哥会一直护着他 保护他不被别人欺负 要不我让你喊哥哥算了 陆黎难得开玩笑 水精灵自然称怒不已 但是哥哥这种称谓 他是绝对喊不出口的 绕了一圈 经过一座石桥 陆黎指着桥洞下面说 那里有一个洞 不知道是怎么弄出来的 里面虽然潮了点 但是没有水 小的时候 有一次得罪了人 我就带着妹妹 躲在这里躲了好几天 直到事情解决掉 你不会是骗我的吧 水精灵在石桥上 努力弯腰往下看 咸腰几乎快折了 也没看到哪里有大洞 别看了 小心掉下去 陆黎提醒他 然后两个人继续逛 一整个下午 几乎都在逛平民区 看陆黎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他现在住的地方 还有裁决之间的驻地 甚至都没去过 只说 下次有机会再看 再晚一些的时候 无双城的人就走了 刚好三去机场送行 陆黎进了游戏继续练集 他现在等级榜第九 眼看着就要掉出前十了 掉出去是早晚的事情 可陆黎并不希望被人拉开距离 又过了两天 接下来的第三场随机场就开始了 系统决定比赛在哪个城市举行 结果场地还是在江南市 和上次一样 差别只在于 裁决之间并不具备选途的权利 随机场的地图 当然是九张图随机出来的 陈尼沼泽 这下运气就不太好了 陈尼沼泽不是个好地方 无双城 时隔两天再次踏上这座城市 这次水精灵没来 他们魏宇阁正在和第七天堂打第二场 也是今天的事情 无论如何 这第三场是什么压力都没有了 随便打打 就能让裁决之间出现 进入四强赛 八强比赛算是已经尘埃落定 和陆离这边情况差多的 还有荣耀之都 他们也差不多是压着血色战棋打 算下来的话 最倒霉的就是血色战棋了 他们选谁都不想选荣耀之都 实力有差距 几乎没有赢得 可能 荣耀之都简直就是他们的梦魇 黎明之意和狂风军团 势均力敌 一个联盟 一个部落 赛场上整天都是联盟猪和部落狗的骂声 算是最热闹的比赛了 据说两家俱乐部 现实中的比赛场地更乱 市府派出了大量警力 手持防暴盾维持秩序 并且严禁观众携带 COS道具 因为有的 COS道具是真家伙 大部分都还是游戏里的武器 就算没开刃 也能砸死人 裁决之剑 这一次首发上场 肥猴子 他是活法 等会不会再上团体赛 所以就争了一个擂台赛的首发 位置 因为大局已定 陆离这点面子 还是要给他的 作为裁决之剑首发赛手 肥猴子的对手 是专职辅助 看样子现实里的事情 解决了 重新回到了赛手 看到这样的职业对拼 月光首先就摇头叹息了 怎么 对大师兄这么没信心啊 陆离问 猴子打不过专职辅助 不仅仅是职业被压制 作战风格和实力 也成为他失利的主要原因 月光解释道 而且无双城 今天最后一场比赛 他们会拼命的 专职辅助 听起来像个治疗辅助职业 其实是暗幕 全程叫做暗影牧师 现阶段的曙光暗幕很少 必须有强大的装备合技能 做后盾 才有可能起来 不然的话 就是治疗不行 输出不行 而且随随便便 就能被怪打死 PVE当中 暗幕的存在 能够为法系职业 回复一定的魔法值 但是这并不足以作为 他进入副本的敲门砖 所以 现阶段的15人副本 几乎见不到暗幕的身影 只有再过一段时间 等开了40人副本 才会带上一个暗幕 专职辅助 背靠无双城 装备 那不用说 技能也不缺 所以实力 自然非常出众 月光似乎和他在竞技场交手过 所以能够一言断 定肥猴子不是对手 他也确实没判断失误 肥猴子很快就被打下场 虽然打掉了专职辅助 70%的血量 可是别忘了 专职辅助是暗幕 不管治疗能力 多差他也是牧师 陆离第二个上场 面对的 就是一个近乎满血的专职辅助 暗幕是擂台赛宠 和术士差不多 杀不死他的话 就算血少一些 也会很快死灰复燃 陆离出场的 目标就是把对方打下去 比赛开始三分钟之后 陆离获得了胜利 专职辅助 被他连续三次的暴击带走 为了干掉这家伙 陆离花了不少功夫 技能和特效用了一大堆 裁决之剑 觉得专职辅助是个麻烦 无双城却觉得陆离更麻烦 所以直接就上了青旗孤九 能给自己加血的青旗孤九 无疑更有把握 他足足用了十多分钟才磨死陆离 魔王的称呼 绝非浪得虚名 青旗孤九迎战木秋 木秋和他走的路线有点像 两个人磨来磨去 花了更多的时间 最后因为青旗孤九的 魔法之眉木秋多输掉了 在观众席一片虚声中 被台赛一比分5比4结尾 裁决之剑略微领先一个积分 其实这个时候 裁决之剑已经进入四强了 第1160章 陷阱 就算裁决之剑和无双城的比赛 已经尘埃落定 可团体赛依旧是要继续的 百万多玩家买票进场 哪怕只是几十个银币的票价 也不能让人家只看一半 陈尼沼泽是第一场就用过的地图 当初无双城充满信心地 拿出了这张地图 本以为能为主场战斗 增加一个大筹码 谁能料想 他们还是输了那场团体赛 现在再次看到这张地图 无双城的人眼睛都红了 各位 我啥也不说了 咱们这是最后一场 一切就拜托了 试魂眨眨眼 强行逼回涌到眼眶的失忆 他是工会会长 也是俱乐部的管事人 平时很少如此地姿态 放心吧 以后有的是机会 清奇孤久是无双城的队长 他同样不好受 和试魂一眼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那你安排人手吧 我去准备安抚粉丝 试魂叹了口气 当先离开了 无双城战败 只不八强 这成绩放眼赛首圈 不管让谁说都不会觉得差 而且他们只是一个见会 只有几年的新兴俱乐部 但是粉丝们不会因为这个 就没抱怨 他们对无双城抱有更高的期望 那你 清奇孤久 先是点名了 先那 第一场陈尼沼泽比赛中 无双城的失利主要在于 致命金库茶的指挥风格太激进 但是起因却是由于先那 他打出了陆离 并且穷追不舍 带动了团体节奏 从而造成阵形脱节 给裁决之剑有机可乘 如果当初他只是把陆离赶走 稳扎稳打的话 团体赛的结果恐怕就不一样了 要不 我这次就不出战了吧 先那儿低下头 眼泪都快出来了 胡说什么 你不出战 让谁出战 难道让我上啊 清奇孤久一瞪眼 老好人也不是没脾气 他是真的被这小姑娘给气着了 我 我一定好好打 先那儿诺诺 上次失利 你不是没有责任 但是过去的事情 就是过去了 打好接下来这一场 才是重中之重 想哭的话 打完再好好哭 清奇孤久别扭地安慰道 回过头 又拉着专职辅助 辅助 这一次 你看着点 一定要赢 而且还要赢得漂亮 转职辅助点点头 他不是一个太喜欢说话的人 清奇孤久 很快敲定了 无双城出场的阵容 致命金库茶狂战士 先那儿术士 专职辅助暗幕 含笑半步颠散满治疗 最后是只剩半只眼法师 后补席上 做的是吃斋的文字猎人职业 而作为队长的清奇孤久本人 则缺席了这最后一场比赛 如果采用暴力阵容的话 他能发挥的作用不大 陆离这边则采取了和他们几乎相反的策略 三月宇 牧师 牧秋圣骑士 月光狂战士 猫猫爱吃肉术士 陆离盗贼 后补席上 做的是洛英回忆 肥猴子缺席团体赛 尽管是最后一场 比赛 多少都不影响咱们出现 但是大家别忘了 外头还有上百万人关注比赛 所以大家都要全力以赴 陆离显然就扮演了队长的角色 他看大家神情都有些无所谓 不得不来了个战前演讲 这么一说 大家还真来了 精神 想想 外面那数量庞大的观众 确实亚历山大 现在的曙光 不仅仅在中国有服务器 国外大部分国家 都选了合作公司 架设了服务器 和中国区 几乎同时开放 虽然大家在同样的地图坐标 也见不到对方 但是游戏的内容 却一般无二 中国区的职业联赛 其他服务器的玩家们 也可以购票选择观看 如果比赛的时候出丑 那还真是丢人丢到国外去了 负责解说的 还是龙凤组合 四海游龙一开场 就在为无双城感慨 然后又追忆了 职业圈的发展史 从VR技术的诞生 一直发展到 日新月异的现在 也就他这种退下来的老将 才能说得如此动情 换个正当年的 比如九凤 他目前还有一层赛手身份 无论如何 是体会不到那种岁月流逝 实不带我的惆怅 当然 大家都奔着冠军的情怀 可都是一样的 进场之后 还是那个污秽的沉泥沼泽 陆离照旧前行 只是他不再离开大部队 单独行动了 上次能把仙娜 引出来过于侥幸 这次估计他不前行在 仙娜面前晃扬 人家姑娘都不代理他的 而且沉泥沼泽这张图 是无双城操练过很多次的 他们每个人都能准确地判断出 盗贼的落脚点 一个不好就 可能是肉包子打狗 不过 因为五个人看上去少了一个人 无双城 自然无法确定 陆离在什么地方 这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谁知道他会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突然冒出来 没有人会小看陆离的爆发力 无双城看到裁决之剑的人之后 立刻加速逼了上来 裁决之剑也没有退让的理由 自然赢了上去 陆离瞅准了仙娜 他不是变态 也不是对人家有意思 他一个盗贼 又没办法突破对方的防线 去攻击治疗 自然选择相对好欺负的不假术士了 仙娜还真是紧张了一把 陆离这货 已经给人家留下心理阴影了 好在他的基本素质过硬 又不是第一次参加比赛 觉察到陆离的目标是自己后 他就一动角度到了 只剩半只烟身边 这样陆离如果赶过来欺负他的话 只剩半只烟 就可以用冰霜星星冻住陆离 陆离会退缩吗 当然不会了 如果能一个人拖住两个法系 那么对团战来说就再好不过了 陆离 专职辅助大吼一声 所有的人 包括冲向三月宇的致命金裤衩 全都立刻转头集火了 陆离爆发全开 压箱底的手段立刻用了出来 陆离的瞳孔一瞬间缩到了极致 大脑里条件反射般的 下达了使用疾风部的命令 可惜 根本就来不及了 四个人都用了大招 他们提前发现了陆离的位置 洞察了陆离的目的 计算着陆离将要出手的时机和位置 有些人甚至早就开始读条 在陆离显出身形的那一刻 全都把大招甩到了陆离的脸上 四个大招 有的还是连击大招 就连含笑半步颠 今天都换了一个附带伤害特效的武器 没有谁是无敌的 有心算无心 一瞬间就清空了陆离所有的生命值